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从94年开始研究核四的地质 核四的整个的设计设备等等 甚至林中瑶整个过程 他就说从他那边我也了解到很多的问题 今天我要谈的就是说 核四的一号机到底能测试完成了吗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核四的那个控制系统DRS 拿不到美国核款外力验证 还有我们现在大家知道 二号机一到一号机 那一号机感觉上是全部是完整的 可是如果现在要去测 说我们要重启 事实上那个都已经过齐平了 所以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再来古海社要调查至少要六年七年 还有事实上这个场子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作为 那个就是说不符合美国核款外的规定 再来如果核四强一定要运转 那运转当日就是供养 瑞芳双西冰岸公路沿线居民开始核辐涉水 还有回碎水库受那个核四的影响 再来 现在事实上我们到今天说测试完成 像是骗人的 为什么 冷测试 测试一定要有冷测试就测试 到今天 那要帮他们放进去 那冷测试呢 你去查那个运转会网站 181个系统 31个系统已经被停止审查 这是这几天我们上网的 那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 缓硬器保护系统 缓硬器哦 再来缓硬炉 压力炒了 那个压力炒肉 然后虎射都跑出来了 这车肉系统都没有办法 都被退回 而且是在2015、2014 好再来 还有核四安在安全的时候 没有针对设计设备施工重新检视 那这个有证据的 就是在那个经济部的那个 会议记录里面 他本来要找那个45个人 去做重新检视 但是台电的副总说 这几个人就是对于所谓运转比较 对设备设计施工 事实上他是不行的 再来 还有 经济有12个顾问 你就说事实上有一个顾问 那你注意去看 那个12个工程师里面 适应转测试经验最高的只有8年 还有两位只有一年 甚至一个顾问是旧高中生 那林中的核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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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講得很清楚兩位基益總共的10位 還有10位的適應檔測試過多數資歷不合 再來 還有這個是一個所謂的核式的最重要的一個控制系統 各位看一下下面的那個DIS跟基益跟Numain 這兩個就是安全系統 再來 再來 DIS Plus 參數的系統控制的這個平台控制了什麼系統 33個系統89份報告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系統 再來 還有他到今天拿不到美國文化給驗證 在2009年11月份我上那個NRC的那個網站去查 他說因為那時候那個基益台電要求他 就是我們的運輪會要求他送審 結果呢我去查 就是他這個專題報告 剩下 通過的機率不高 他當時核商為了要那個 所謂的數位化也要學 他搭那個核商的儀器儀電工程師去美國回來報告 也講說這個報告這個系統有問題 是吧 喔剛剛我沒有提到的就是說 美國核電腦設計的所有數位移控的法規 第一個拿來用的是台灣實驗品 當時美國都沒有用到 現在就上去那個 上剛剛那個 還有在102年的時候 12月的時候 台電的工程師去美國 GEH就是企業 跟Invenius這兩公司 當面建議二號機就當一號機的備品 再來 然後這位先生的出國報告 再來 他說環運輪邦 這裡面環運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核四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是沒有備品的 這是違反常理 任何商業有交易經驗的人 都會準備兩年到三年的備品 這裡面是談得很清楚 再來 還有這個是台電核四的儀電工程師 再來 他提到這裡面有一個問題 他也提到 當時現場沒有備品編列 還有商轉之前要更新控制設備 還有齒列問題每隔15年會重複發生 這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一般電子零件生產時程大概10年到15年 控制卡面設備差不多15年 日本電廠控制設備更新週期按這個連線 農門移電設備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講到 一達10年到12年 所以最近那個我們部長講說20年 其實那個時間都超過了 那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大體生產 就是那時候我們那個棒控制系統 懷孕裡面的棒控制系統 那時候已經沒有維修了 再來 就是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非常重要 那時候已經沒有維修了 再來 他出國的時候 那前段時間沒辦法 前廠廠說兩年可以燃料 三年可以做 這是 天啊 你看一個廠廠對外他可以發表這樣子 再來 事實上所有零件 大概都已經拿台電的新聞稿 說什麼 怎麼樣 其實 那個22G全部都不能用 再來 但 王廠長他講啊 核能通緝瓶啊 商業級的驗證之後可以啊 可是 延長會93年之後發布一個是 核能通緝瓶使用倒折第十條 就規定 我們那時候要再建核式 他這個法 是不適用核式的 再來 核123的是傳統類比的控制 核式是完全數位化 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樣的設計 再來 所以現在所有的數位移國習比 都是國習比 核式如果現在要重啟 連一部機都無法測試 這是今天 我們經濟部長或者上次 都不知道是台電到今天都不敢講 昨天在整個馬英九人員檔會 我當場問這個問題 結果蔡春宏跟謝忠芳 也不敢跟馬英九講實話 我當場就說馬總統 你的原人會主委在騙你 再來 海嘯調查 我們現在就回到整個環境的調查 那時候100年的時候 有一個海撒調查 那事實上就是說 那時候 因為台電一直拿這個 那時候的國客會 一個無作人的報告 去講說我們現在所有的 核123的那個海嘯旁邊 都非常的OK 但事實上那時候 胡客會就行為一個 就是說我們那個海嘯報告 是沒有照的 NEWREG就是那個 美國核電廠有關 海嘯調查規定 它就是一個CR6 966 然後 它事實上是沒有 沒有 就是說不是針對特定核電廠 這是國客會給我的文 再來 那現在再來一次海嘯呢 他說剛才核四海嘯是擋不住 這個誰講的 江一華他的表哥講的 那時候江一華去訪問核四 他的講啊 他以前的祖先怎麼遇到 就是剛才那個江喬姐講的1867年 那個炎鳥的狀況 他裡面還會講喔 這是那個 一周刊的 還好那時候住海邊能少 要是現在再來一次海嘯 不但在海 蓋在海邊的核四場 擋不住 再來 核四場海嘯 都要上售高度 達到24.8 當時要建核電廠的時候 就是說請那個黃黃輝 現在我們的那個 以前的成功大學校長 然後他七十二年完成了 就是說 以那個兩百年的復限期 海嘯來的時候 上售高度達到24.8 那核四的那個長子離海平面 達到22公尺 所以基本上如果照這個的話 核四是1.12公尺再來 還有 核四長售過海嘯就要查 至少要六七年 那這個圓榮會也有一個文喔 他就說 我新建中的核能電腦 需在燃料中那些網關 完成相關危害評估及風險評估 但 台電到幾年都沒有做 無法效調查 那這個因為這涉及很多土地的 你要給他使用的時候 那個專家曾經告訴我 至少要六七年 再來 我們地址 向我們看一下地址 這個是從台電的那個 102年就是那個 田秋井監委在 立法院經紀委會 要求他 就是做 總調查的一個部分 那那個 後來 有拿到這樣的資料 那你看喔 那個 那個 S構造 就是穿過 兩個 就是七級廠房底下 LVZ就是那個低素材 其實就是斷層 然後就是在兩個反應爐中間 那兩個反應爐中間 房角斷層離那個大概一公里 所以你看這個整個圖來講 核式周遭都是一些斷層 再來 這個是在民國五十八年的時候 我們第一座核電廠在選址的時候 有兩個場子做比較 就是岩了跟那個石門 那當時那個貝太工程師 他就報告裡面就想說 然後因岩領地區做肉 於兩條相近一筆的 逆充斷層 帶內置地口圍繞區 然後在地震外屏幕上 補落金山 那現有核電 現有核電廠廠區的安全 地震特性 金山長子 18分岩領12分 還有 你看那個金山跟岩領 你去比較的時候 岩領那個整個 潭風來或海嘯流的事 是沒有什麼遮擋的 他直接就衝擊到那個核電廠 所以最後那時候 就是選擇石門做我國的地震核電廠 那如果說 根據這次經濟部 102年的那個核能議題 他核能議題的問答題 可是長子是選址 是根據美國核廣會 1975年頒布的整個準則 然後1998年的時候修訂 就說 長子 巴工裡面 不能有活動端子的規定 再來 這是一個核式的一個長子 然後整個那個 好再來 那在69年的時候 這70年的時候 台電的電源的開發處 曾經為多礦業研究所 去防角斷層的台電去取 一個有機樣品去監聽說 這個斷層到底多久前出動 事實上是3萬年 當時還有一分是3萬7千人 那台電就說這個時候不來 就說 因為上面要蓋 就會把所有東西排除 所以事實上 防角斷層 這是在3萬5百年前 曾錯動過 再來 如果照美國核管會的法規就是說 它能弄斷層 就3萬5千年內曾發生錯動的 那這個地方就不能蓋核電廠 那因為防角斷層距離 那個核式一公里 所以照這個準則來講 是不能 核式那個長子是不能間斷 再來 好 這個就是那個圖裡面 我們講的那個 環印乳衣 環印乳衣 197公尺 然後那個 土防設計帶的就是它的那個 就是那個低速帶 其實就是斷層 再來 然後 它這個距離大概197 它那個斷層帶寬度大概50到70公里 占了兩個環印乳中間很大的一個面積 那這是83年的圓越的中國第10學會的報告 再來 那兩個環印乳中間的斷層不排除 我有一種出來 這是那個102年的那個報告出來的時候 那個地調受組成的核式歷史調查 檢額評議小組的一個裡面委員提出來的 說跟那個外海那個斷層斷層有類似 那要注意它的活動性 再來 這個是棄機廠房 兩個棄機廠房下方的S構造 事實上現在那個就是那個 這個在地調的時候 他要他們說這其實就是斷層 因為超過兩公里以上 再來 再來 來 好 這個是那個 正下方的S斷層再來 那那天李錫錡 中央大學李錫錡教授也講 如果那個斷層在那邊 你廠房間在那邊 那個錯動的時候 旁邊穿來 整個結構是受不了 再來 這個是PAPB要去做 所謂的那個 要去開挖 你看 這條S斷層經過上面都是重要的東西 暢化 再來 那這個是深水石的 深水石的位置 再來 這是深水石開挖的時候 各位看一下這個圖 都看著 露光碗 好再來 那國家報告 他講說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ad watering river is built under base rock 那露光碗也說 叫做 base rock 騙人的 這國家報告 再來 這個是整個核式的那個 那個系統來的 反應出來之後 氣體等等等 他後來有個氣體 跑到上面去 聯合廠房排氣塔 就是說核式的煙沖 再來 好 通通塔 他的氣體是什麼 就 有一個輻射氣體 核分裂場 五點 刻 空氣水蒸氣 蒸氣氧氣 吹鬆 人家說 欸 核電場沒有排配器 有喔 在這裡喔 不要被騙了 好再來 然後呢 那邊 供鳥氣水孔 他離那個附近 就是說 四小學的那個 離附近很近 他的供應 供鳥 對方濱海 台友 基隆 六萬到七萬度再來 好 這個是整個的那個 附近的地之圖 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那個水 水系這樣來 好 那 這個是 八十年十一月的時候 原農會核定過的那個 環境影響 你看他是氣體途徑 對排空氣 對水污 對說 會不會造成那個 水的不色污染 他都沒有提到 再來 好 這個是 我們到那個 小溪的上面 就是那個 自由時報的民記者 湯家琳再來 好 這個是 就是旁邊那個 有一個共僚國小 這邊小溪下來 之後到 會合到共僚車站裡面 一個大窗溪河 對 這個是那個小溪 就是剛剛 湯家琳站的那個小溪 再來 再來 那 那個通風塔 在評估的時候 事實上沒有 沒有一個委員 說提到這個 到底對 水源區 會不會有影響 那 跟原農會 環保署曾經都 至今會處理 再來 公農通風 然後 跑 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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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這個如果說 發生 那個整個排放的時候 他那個 最上面的 就是 最後都是跑到那個 剛剛那個 湯家琳站 那個小溪的上面 那個小溪的上面 大概就是共僚取水站 取水量的 十分之三 所以 只要他運轉 這個部分 就會產生問題 再來 再下來 再下來 還有 新北市政府 朱立倫 簽喔 他明明那附近 可以化為水源區 太不化喔 其實就是 他的水源區影響 再來 還有 翡翠水庫 翡翠水庫 翡翠水庫的那個太平 雙星的太平喔 是他的水池水源保護區 那後來我們 核四的緊急變變激化區 太平也是在那 就是說 兩個是重疊的 等於我們一日後 所有的都排到 我們的水源 翡翠水庫水源保護區 再來 這是圖嘛 這就是 翡翠水庫水源保護區 再來 這個是緊急變化區 所以你看那個太平 是重疊的 再來 這個是整個 輻射的那個 這是沿潤衛做的 輻射的擴散方向 就跑到雙雞啊 就是到那個 翡翠水庫的水源區去 OK 好 如果核四一定要衝擊 台灣一定會發生核災 謝謝 居住非常久 就從小在那邊長大的 所以對核四的 這個一些問題 都非常非常的了解 那我想 這樣 大家很多人都在講說 那核能 在全世界的發展的趨勢 到底現在是怎麼樣 那我們今天呢 正好是請了我們的專家 就是西瓜龍教授 他今天呢 來跟我們報告一下 就是 核能的發展的 在國際上的一些趨勢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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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